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砍成结 然后浸泡又制八个小时 去掉它的血水 在浸泡的过程中 泛二至三代水 清洗好后 一定要用冷水下锅 用大火葱汁要开的时候 以磁性烧去血泡 剪这个泡子是很关键的 汤汁浓浓 口感不好 放入姜 葱 花椒 香料 主要是趋劣增强 因为牛尾腥味很重 盆子牛尾刚离过的可 加入斗杰 织布色彩更好看 加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胡椒 挑云过后 洗过 成菜以后 汤色清凉 牛鲜蛋叉色 喝上一口汤 半口留下 你看到这个菜 你就想去喝 特别是在冬天 你喝了 你就得全身热喝 一道汤 来了75年 一时被广大4K正可乐起司 直到今天 有很多老的顾客经常来说 喝不到好酒 我们就想喝油香肠的汤 多远都跑到这儿来 成都市人民政府授予的成都名餐 也是我们的一个正殿的菜 也是我们的一个正殿的菜 喝了 喝了 给你个人 喝了